保健食品琳琅满目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补充保健品 又应该要怎么补充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请到了 日本海之地赫藻糖胶 华人部的陈经理Henry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聊日本海之地的 这个补充品上的功能 并且跟我们分享一些经验 Hi Henry 你好 家里好 各位朋友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其实你时常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保健产品的一些资讯 那我们都知道呢 褐藻糖胶其实已经在科学上证明 就是它有很好的一些功效 但是很多人也发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不同的褐藻糖胶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海之地呢 它一直以来都是品质的保证 那么为什么呢 它的功效成效上呢 确实是比一般的褐藻糖胶都要来得好 对的确过去这几年 越来越多人知道褐藻糖胶这个成分 那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在 在不管是华人媒体 或者是像是中港台3D 我们有发行我们历川大街医生的这个书籍 那它的书籍是原文是日文 然后在2007年 我们在台湾发行这个它的翻译书 介绍这个褐藻糖胶的成分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据我所知 不管是台湾的这些农委会啊 或者是这个中港台的一些学术单位 他们就开始研究说这个海藻类 是怎么可以达到这个抗癌的效果 那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我们陆续的访谈啊 或者是这个像我们的用户的一些见证案例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厂商就开始自己做 那主要为什么我们的东西还是最好的 主要是因为他们 我们是本身日本公司40年的历史 对你们经验真的非常丰富了 一直不断的经过在研发 在因为我知道这个荷藻糖胶 它的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你们这个萃取的成分上 跟市面上很多人是不一样的 对没有错 我们利用两种不同的海藻 因为90年代的时候 我们在日本的癌症协会有公布 我们在日本的这个研究报告 当初我们是结合路尔岛大学 跟冲绳大学去研究这个冲绳的饮食 那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说 他们的饮食的成分 两种海藻 海韵跟裙带财包子叶 它这两种海藻还有特殊的功能 一个是特别针对于这个 抑制癌血管增生特别好 抑制癌血管增生的意思就是去防止 血管增生透过那个肿瘤细胞 透过血管增生达到扩散或者转移的现象 那另外一个是裙带菜包子叶 那裙带菜包子叶是特别是去诱导 肿瘤的消退 那我们就是从这两个当中去萃取 那在这两个当中我们又去研究 什么样子的成分可以加强病人的这个抗氧化 跟免疫活化的功能 所以我们又添加了其他的这个像是巴西蘑菇 濕菌的成分在我们的胶囊型 那在液体型的话是特别是添加其他的营养素跟维生素 主要是帮助一些晚期病患的吸收能力比较差的情况 服用上面他们比较容易吸收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粉末有胶囊跟液体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每个服用人的阶段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这个功能成效上面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区分呢 对胶囊型它是针对于可以吞咽的病患 那吸收状况还可以的这些初期的病患 那液体型就会是比较是针对于这个晚期不太好吸收 因为肠胃吸收能力对病人是不是在服用这个赫藻糖胶 能够有效帮助到他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有些晚期病患 或许你也听过就是因为呕吐或者是 化疗的一些副作用 对 副水啊这些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吸收的 所以那这样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养分去抵抗这个癌细胞 或者是经历一些这个化疗的一些疗程 其实很辛苦 对因为像是副水这些里面都是癌细胞的情况之下 它那个inflammation它那个发炎的状况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它需要比较好的吸收的情况之下 它就必须要用液体型的 那粉末是给一般我们平常在做这个预防的动作的时候 像是需要比较强的抗氧化跟免疫能力加强的时候 我们是用粉末型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即使说我相信是很多 你们的产品很多是重症一些病患 他们可以说是自我保养的一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应该说是这个战利品一样 一定要在身边保养 但其实你如果说即使平常保养的话也是可以 那小孩子可不可以服用呢 我很好奇 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常也听到就是给小孩子 有时候小孩子的免疫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早产儿啊 他免疫系统真的是比较差一点 这种情况可能胶囊性会比较好 那还有随着他的这个身高体重的不一样 我们会给他适当的建议计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没有在市面上订购 所以特别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需要想要服用或需要服用的时候 可以咨询电话 那我们可以帮他询问 那如果超过我们的能力 我们有利川大街医生 他是本身是肿瘤科以及免疫科的专家 那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会转介到日本去问一下 他的服用的剂量是怎么去调整 我们说到这个利川大街医师 他很难得呢 这一次呢即将要到这个洛杉矶来办这个讲座 那我们等一下呢 要赶快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 那么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呢 希望借这个机会 我相信有很多问题想问他 我们等一下来谈聊了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